大家好,我是汪露 今次跟大家分享超人壓股第六集的觀後感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這個頻道的話 這個頻道主要會講述關於超人的影片 如果大家想看更多關於超人的影片 希望可以訂閱頻道 還有歡迎留言討論 來吧,發揮大家的想像吧 先跟大家快速看看故事大綱 第一,主角石棠和女主角去了山區調查地震事件 第二,無意發現外星人在山區砌零件 第三,海甲殼獸出現 眾人成為他們的食物 還差點被他們拆件 第四,外星人擁救眾人 其中一隻海甲殼獸返回自己家 大家都覺得好險 第五,大家平安無事 外星人跟Skip走 希望會重複處理,事件搞定 完,現在進入分析的環節 今次這一集集中講述的是石棠的角色 講述到他見到外星人執行任務的一種行動力 見到他遇見外星人 會用盡力抓住他 帶他回總部問話 而當外星人講述他自己的經歷時 都不會相信 因為他背後知道自己的同事 因為相信外星人的說話 而受到外星人的欺騙 甚至犧牲 所以見到他對外星人是不會手下留情 整集有交代到石棠在過去遇到的事 因為他背後的事件促成他對實行任務的行動力 但不過你可能會說 在第二集的時候 主角是教識了石棠 相信了先的道理 而第四集石棠 都有講述相信了先的對白出來 但今次他就沒有相信外星人 會不會有不連戲的情況出現呢? 我覺得可以分開兩個點去看 第一,第二集 第四集所講述的相信 全部都在乎在人身上 而今次就是外星人 兩個的相信著重人物不同 石棠可以學會相信人 但到外星人 都可以繼續堅持選擇不相信 第二,這樣可以見到石棠 對同事被外星人欺騙 或者犧牲的感觸很大 所以他不敢 或者不想相信外星人 這件事就加強到人物的過去 強化到人物在過去的經歷 看回這麼多集 女主角阿林 隊長 半博智 以及今集防衛隊隊員石棠 都有交代到他們的背景 過去 靠著頭的集數 已經塑造不同角色的性格 但因為是頭的集數 觀眾對角色未必很深刻 但起碼不會是紙板角色 是看到每個人物在劇中都有發揮 這一集不單可以看到石棠的人物特質 更看到主角非世優馬的人詞 由大家一看到外星人開始 非世優馬就已經選擇相信外星人 甚至有阻礙石棠去攻擊外星人 直至最後他都相信外星人 不一定是侵略者 由第二集他相信小朋友 再到今集他相信外星人 整套劇慢慢滲出優馬的人詞 無論是小朋友還是外星人 他都選擇相信 而這一集 憑著石棠說的兩句說話 我們看到同樣的事情 但你一定有更好的想像 以及切身處地為別人著想 並同情他們 這樣都需要想像 可以見到優馬又令石棠明白了更多好的道理 其實不單止說石棠慢慢被優馬感染 更加突顯出優馬給石棠在這一方面更好的地方 帶出主角和配角的影響 以及突出優馬的主角光華 其實這兩句說話不單止總括了整集劇組想說的東西 而且當中也有扣著想像這個主題 更可以教會觀眾 當你第一次看到一個人的時候 你判斷他是好還是壞 都是靠自己的想像 即是靠你自己來定義的 你選擇用優馬的相信 還是石棠的質疑 就交給大家決定了 早前也有說過超人壓股的單元 其實希望做到溫柔、溫情、D特質 這一集一定是做到的 由那位阿嬸見到外星人 選擇收留他 而他的員工都沒有任何恐懼的感覺 見到外星人努力學習如何處理他的工作 他們對著不同物種的相信 不質疑 就已經大大力滲透了溫情的表現 還有外星人經常做的動作 裡面包含了很多意思 而外星人對著石棠說的 其中一個意思就是多謝 這種感恩的心情 外星人是對著他身邊很多人都有說到 而且他的動作都是在這一集經常出現 這種感恩、感謝的心 都是充斥著這一集的每一個鏡頭 看完這一集 我自己都被他的感恩之心感染了 覺得這個世界仍然有好的一面 下一集就到回顧的集數 所以觀後感就會停一停 但不過過了回顧的集數之後 這個頻道仍然會繼續做超人阿鼓的觀後感 所以大家繼續追看超人阿鼓和這個頻道的觀後感 繼續發揮大家的想像 這段影片到這裏差不多 如果大家想看更多關於超人的影片 記得訂閱頻道 還有按鈴鐺 一有新影片就馬上知道 不要忘記讚好留言和分享這段影片出去 這段影片到這裏 我們在前面見,拜拜!